中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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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坐啊 嗯 快请坐 中太太 中太太 你要的夏装呢 我已经想好图样了 等画好以后就请你过目 没关系 中太太 雨晴姐这次 为了帮你设计这衣服呀 花了不少心思呢 都熬了好几个晚上了 而且她还一定不让我插手 说是一定要独立设计出 让你满意的图样来 我相信我一定会很满意的 希望你能满意 我先去忙 拜拜 娘 谢谢妇妇 好的 雨晴啊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今晚我就要带着凯月去广州了 去广州 这两年广州的百货业发展得非常快 我想去看看 顺便带凯月去玩一趟 可是 你的身体能行吗 出一趟远门 可是很累人的 别担心 我好得很 只是 你的订婚仪式 我没法参加了 本来我们就没有准备要办什么订婚仪式啊 这个礼物 你收下 这是什么呀 一件婚纱 看看喜不喜欢 好漂亮啊 但是我不能说 为什么 你不喜欢吗 这是我在马斯南路法国婚纱店特意为你挑的 要是样式不称心 我拿去换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婚纱很漂亮 但是太贵重 我不能收 傻孩子 一件婚纱有什么好贵重的 而且韦康咱们忠心耿耿地跟着阿迪 送你们这典礼算得了什么呢 你要是喜欢 就留下来 你别穿什么 订婚那天 我们不准备搞什么仪式 所以不能穿婚纱 那就结婚的时候穿哪 你这 雨晴 你记着 那天 一定要穿这件婚纱 照着想听 为什么 你不知道 我都想看你 穿这件婚纱的样子 那结婚的那一天 我一定要请你到场 我怕 我怕那天我恐怕来不了 来 来不了 我 为什么呢 我希望 你那天跟钟先生一起过来 我是担心 到了那天我可能已经不在 不在上海了 雨晴 你记住啊 只要给我一张照片就行 好 好 钟太太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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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笛要那笔款子 我们只好从天津 乘付账号里面划出来了 经理 这样你不是亏大了 到手的钱要吐出来 没办法 钟笛这个老东西 这次来者不善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一关应付过去 先要保住我在银行的位置 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能慢慢地 把雅芙的息给抽光 等钟笛反应过来的时候 雅芙的账面 一大半都是坏账了 对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少 关键是要把账给扎平 千万不要给长小凤 留下什么把柄 凭账我是老手了 我马上就去做 慢着 什么事 还记得何语豪吗 何语豪 何语晴的弟弟 就是上次看到他和钟家大小姐 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 我当然记得 找两个小兄弟盯住他 我要好好地修理他一顿 怎么 他惹你了 他们何家的人 必须受到惩罚 何语晴 我留着他的命还有用 至于这个何语豪嘛 那就只好对不起他了 你想要他的命 找一个适当的机会 见机行事 记住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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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一定得见到你 好啊 正好有些事 我们找雨豪好好聊聊吧 那我晚上在你家等你 好吧 晚上见 晚上见 你这小子在这儿 转了半天了干吗呢 雷叔 刚才我听老板说 让你把这辆车修好 骑出去试试 是啊 这车明天就要交给客人了 雷叔 我帮你去骑两圈啊 原来你转了半天 就想骗车出去兜风啊 不行 任淑 求你了 老板现在不在 我下班正好骑出去 就骑两圈 明天一早一定还回来 老板知道还得了啊 任淑 求你了 老板是不会知道的 再说 我借车出去 也不是一两次了 我骑车技术很好的 不会把车弄坏的 求你了 任淑 你呀 骑这车也行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你呀 这臭孩子 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多疼你呀 你以后 不要再让你姐姐为你操心了 我姐 我向来很听我姐的话的 不信 我把我姐叫来 你亲自问她 我可是我姐的好弟弟 就这嘴巴甜 那任淑 我已经向你保证过了 这车 我可骑走了 你呀 这车你得好好骑 别骑太快 知道吗 是 吴师傅 卫先生 什么事啊 钟先生还在开会 我刚才和老陈说了 借钟先生这车用一下 你要用车啊 卫先生 你上来 我帮你开一趟 用不着 麻烦了 老陈让我跟你说 你去找个地方吃点晚饭 钟先生这个会 没有两个钟头是开不完的 我自己开就行了 那好 谢谢 谢谢 坐好啊 鱼航 鱼航 你姐姐在家吗 我在跟你说话 你姐姐回来没 拖耳朵龙听不见 干吗这么说 快听我说话就别搭理我了 乖 你干吗去 我找你姐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赖啊 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说什么要和我姐订婚 我今天就告诉你 你别想娶到我姐 女豪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懒得和你聊 本来我姐和人家中介大少爷谈得好好的 你偏要中介插这么一杠子 你凭什么呀 你有人家中凯强有钱吗 还是有他对我姐那份爱心 你也不比他帅呀 你就会耍起手腕骗我姐姐罢了 我真搞不懂 我姐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被你骗 你不该这么说 我说错了吗 我姐本来在大公司上班 挣钱挺多的 可你和你那个残分妹妹 弄了个什么小破爹 让我姐当苦力 众活泪活都是她一个人干 你不是骗子是什么 你今天来的正好 我警告你 你和你那个残分妹妹 离我姐远一点 让我姐回大公司上班去 什么大公司 哥 你对你姐了解多少 从你爸爸过世以后 你姐姐苦苦撑着这个家 供着你养着你 你以为她挣来的钱很容易是吧 反正不是你给的 我姐原来在大公司上班 能挣很多钱 那是你姐做歌女挣来的钱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说我姐是歌女 我告诉你的是事实 一直以来你姐姐 就在百勒门叶总会工作 前不久才刚刚离开 玉昊 你该长大了 你姐姐为什么在叶总会工作 一直不离开 她都是为了你 为了替你还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 有很多次她想离开 可是她一想到你 她只能忍得眼泪在那干下去 不可能 我姐不会这么下见 你没资格这么说你姐姐 你姐姐为什么不敢告诉你 她是觉得 你知道了以后会觉得丢人 可是我不觉得你姐姐丢人 我觉得你姐姐真伟大 她为了你 她愿意做一切事情 玉昊 我告诉你 你姐姐离开百勒门叶总会 现在开了一个服装店 虽然生意不是太好 瞪得全傻 但是你知道你姐姐心里边 会有多高兴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我绝不会让我姐嫁给你的 你别说了 我问你 可雨婷是不是在这儿当过歌女 是啊 先生 她是我们这里的王牌歌手 可是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先生 你没事吧 先生 你不在这儿玩会儿啊 先生 你不在这儿玩会儿啊 姐 原来我是你的包袱 我是你的包袱 你知道我姐吗 我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 可是她做了歌女 我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 你姐姐为什么在叶朗会工作一直不离开 她都是为了你 为了替你还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 有很多次她想离开 可是她一想到你 她只能忍你眼泪盖下去 姐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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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可以有 嗯 你觉得呢 这个花样不错 来啦 请问哪位是何雨晴小姐 我 我就是啊 哦 你有个弟弟叫何雨豪是吧 对啊 他怎么了 昨晚他一晚上没回来 我正着急呢 哦 他出车祸了 昨天他酒后下车发生了意外 那他人有没有受伤啊 在你家医院 告诉我 他伤得重不重 何小姐 你冷静一点 是啊 何小姐 请你节哀顺便吧 你弟弟他 一起死了 死了 何小姐 你要冷静一点 我 我们也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是 请一把抬起动 李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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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的 这是怎么想想走 我 还要先走 李清姐 蔷声跟李清姐 你要保证自己身体才行啊 不行 我要去见她 我要去见她 月清姐 你现在不能那么着急 你要冷静一点 何小姐 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你可以稳 但是要简短一些 现在她情绪不稳定 恐怕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好的 据你们的邻居说 昨晚看到有个男的在弄堂口 和你弟弟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两个还动手打起来 邻居们说 好像那个人是你的男人 我哥 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起 我们过去刷好吗 你说吧 邻居们说 从他们吵架听起来 好像是何雨晴小姐的弟弟 不同意那个男的跟她好 后来她弟弟 开着辆摩托车走了 而那个男的 也开着一辆汽车追了上去 我们怀疑她弟弟发生的车祸 会不会和她男友有关系 可是 这绝不可能 可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 何雨晴小姐的男朋友 开车追出去的时间 和她弟弟发生车祸的时间 非常吻合 所以我们才会有此怀疑 她不会干那种事 如果真的有双手 只可能是别人 不可能是她 警官先生 你也看到了 何小姐现在情绪不稳定 有什么问题 你们改天再来问 让她休息好吗 那好吧 就让她先休息吧 这帮寻补 竟然会怀疑到韦康头上来 不过我昨天 倒是听我哥说过 他晚上不回家吃饭 说要找雨晴姐 难道他真的跟雨晴吵过架吗 就算他们俩争直过 韦康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雨晴出了车祸 怎么会往他身上扯 好 雨晴呢 如果在街上 我真不敢认你啊 你现在完完全全 是一副贵妇人的样子了 可真让人羡慕呢 我想这些年 在上海 你一定会得特别好吧 在我们这些小姐妹当中啊 就算你的命最好了 你看看我们一个个 阿花被男人骗了 小红呢被卖到妓院了 那个阿朵嫁到乡下 还有 小红 我这次来 是有事情想问你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 叫何有顺的人 是不是那个侦探找过你啊 为这事啊 我还后悔呢 我被他给骗了 他告诉我说 他是何有顺的亲戚 向我打听何有顺的事情 我就把事情一无一失地都告诉他了 可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侦探 都怪我这种了 他没来找你的麻烦吧 先不管他 我们还是说说何有顺吧 你好像跟他很熟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呢 那是在你离开董兵后去上海 有一次我偶然碰到了董兵 旁边坐着一个很老实的男人 董兵告诉我 他叫何有顺 是他的白靶子兄弟 也许是那个男人 对我印象比较好吧 后来董兵又安排我们俩见了几次面 何有顺果然提成要娶我 我嫌他家里穷没答应 后来他和董兵就去上海了 董兵去上海做什么 那是在我走了多久之后的事 那是在你走后一年不到 是因为在这儿没法混了呗 董兵那人的脾气棒 在哪儿都干不成 我还以为他去上海找你呢 我不知道他来找过我 小兰 你后来和和董兵 还有那个什么和有顺见过面吗 别提了 两年以后我在武厅里婚不下去了 我也去上海了呀 去找董兵他们 顺便也去找你了 你找过我 对呀 可惜没找到 我打听了才知道你嫁了个有钱人 到国外都蜜月去了 后来我也见到了何有顺 那时候他刚结婚 身边还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儿 在我打听之下才知道 董兵因为打架杀人坐了牢 那个小孩是董兵托付给他照顾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小女孩他说 对呀 就是你和董兵的女儿 何有顺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何雨晴 雨晴 你放心 关于这一点啊 我可没告诉那个侦探 他倒是真的想问问何有顺女儿的事 我哪有那么傻呀 我就跟他含含糊糊的瞎应付一头 好 哥 寻补房说 在世事的摩托车旁边 发现有汽车的轮胎印 他们怀疑是一辆汽车 把雨晴顶到石头上的 而且他们还怀疑你是第一嫌疑人呢 多亏了凯强替你辩护 他们才没有马上去找你 我和寻补房刚说完车祸的事 对不起 我不该和他吵架 雨晴是我的弟弟 他已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愿意为他去干任何事 你凭什么说他是报复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在叶总会工作 他一直那么要强 你知不知道是你的祸 杀了他 雨晴 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们都说他不懂事 只有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 他是一个多要强 多伤心的人 他以后一定会很有处心 爸 我对不起你 你走 你快走 我不想看到你 你快走 快来 宇昊也许不太懂事 可他是宇卿最宝贵的弟弟 最亲的亲人呢 偏偏在他出事前 跟我哥哥大吵过一架 难怪宇卿姐要怪我哥哥了 本来眼看着 他们俩都快订婚了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该怎么办呢 芸芸 你也别着急 等宇卿的心情平复下来以后 她就会明白 这事不能归为靠 是爱开交 可是 为什么我们两家都那么命苦呢 好不容易有一件喜事要进门了 偏偏宇昊又出那样的事 我真担心 宇卿姐再也不会原谅我哥了 你放心吧 宇卿是一个善解人意 待人宽容的姑娘 她是不会钻鸠脚尖的 这两天 你和韦康 有空的话 都过来陪陪她 让她想开一点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知道了 本来明天和雨晴姐谈好 要去昆山的服装厂谈生意 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去还是不去 开墙 要不你帮我拿主意吧 还是去吧 你们的小店刚开张 有点生意不容易 再说工作忙的话 也可以分散雨晴的注意力 也好调整一下她的情绪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我还是去吧 你腿刚好 几乎车不太方便 要不这样吧 我开车送你去 真的 你愿意送我去啊 那太好了 那明天早上十点钟 我在家里等你 韦康 这么早 你怎么就过来了 我来看看 钟先生今天有什么事 昨天一天没有到公司了 你怎么没去医院陪雨晴啊 她不愿意见我 昨天晚上医生给她打了针 就睡下了 我在旁边守着 今天早上一睁开眼 就让我离开 她为什么不想见你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去医院看看她 她到底怎么了 她到底怎么了 我去医院看看 芸芸 妈 芸芸啊 钟少爷还真的很仔细 很体贴啊 她能陪你一起到昆山去 我就放心了 今天晚上会回来吗 那要看谭的情况 我争取晚上就回来吧 反正凯强有车 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芸芸啊 这次你跟钟少爷一起出去 正好是一个机会 好好地聊聊 看你们两个的事情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又没说错了 只要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定下来 我就没什么好操心的了 以后啊就是闭了眼 去见你爸爸的时候 也有个交代呢 妈 我可不许你瞎说 我还要好好孝敬你呢 你要是知道孝敬我呀 就得跟你哥哥那样 早点把你的事情定下来 妈 都快十点了 我到外面去等凯强吧 好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正晚去买菜 雨晴 我刚才和医生谈过了 他让你在这儿先躺两天 然后才能出院 好吗 我要去见雨晴 我要去看他 雨晴 雨晴 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一定要去见雨晴 他一个人孤单地躺在那儿 一定在盼着我去看他 雨晴 雨晴 你现在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就算雨晴看到了 她也会心疼的 答应我 你先好好休息 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好吗 雨晴 何小姐 该打针了 我 我要出院 我 我要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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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院也得先打完针再说 大夫嘱咐的 这针四小时得打一次 你早上六点打的 现在十点了 到时间了 十点了 请问护士小姐 这儿哪儿有电话 值班室 好 谢谢啊 雨晴 你一定要听话 我要先走了 记住 别哭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 好吗 咱们你要让你冲冲 你应该把金的打开 异贤 从来没凌鱼 怎么家里没人呢 难道云云自己先去了昆山 谢谢啊 谢谢啊 芸芸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朱少爷的车没来 算了 妈 我就不等他了 那你怎么去啊 我自己去火车站等火车吧 你自己小心点啊 你快走吧 那你这儿呢 你别管我了 我答应你 我先不出院了好不好 你快去找芸芸吧 好 那你好好休息两天 等我从昆山回来 再接你出院 别啰嗦了快去吧 好 病人这次受伤是脚踝骨的位置 但由于病人之前做过手术 术后时间又不长 还没有完全康复 所以这次受伤就形成了骨裂 那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索性这脚摔的不是很严重 没有骨折 用不用做手术 不用做手术 我已经用石膏把它受伤的位置固定起来 大约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在这两三个月里 它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下地行走 还有就是以后走路要特别的当心 允允你看 这是特意为你定做的 金属做的拐杖 而且呢 你看这个口啊 还可以伸缩的 很轻巧的 允允这样 咱们先下地走走 试试看啊 我讨厌这个不好东西 哥 为什么我就是离不开拐杖呢 胡说 刚才大夫还跟哥说呢 你这伤啊没什么大 少爷爷 医生说了不用手术 等过两个月以后 石膏一拆 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真的允允 刚才大夫真的这么说 把石膏一拆下来就好了 我不用你们来安慰我 你们都走吧 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允允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早点去你家接你 你们都走都走都走吧 我谁都不想见 允允 开枪 现在给我出来 你几次三分误了允允的事 你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你想干什么 我要教训他 如果不是他的话 于云怎么可能再一次受伤 我告诉你 吴建飞 我心里边比你生气也比你急 你就是打凯枪一顿我妹妹就能治好吗 我 我不管 让开 我 卫康 卫康 你让他打好了 这样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是我对不起于云 我太对不起于云了 你还知道惭愧啊 我还以为你心里根本就放不掉那个何雨晴 你恨不得于云死了才好 这样省得给你添麻烦 对不对 你说什么呢 吴建飞 你们俩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说的话有错吗 我明白了 是不是我的话刺痛你们了 我就是要刺痛你们 我要让你们的心跟我的一样痛 怎么了 你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接到电话说何家出事了 尾康的订婚要延后了 我还以为是何小姐生病了呢 你对何小姐真关心哪 难怪你急急忙忙从广州回来 广州该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好了 何况凯月天天朝着要回上海 干吗 你不想见我们呢 和你开个玩笑 说心里话 你和凯月这么一走 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了 连妈都好几次问起来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何小姐她弟弟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小伙子我见过 做事是有点龙芒 但也不至于出这种事啊 别为别人叹气了 还是多说说凯月 她也是整天骑个脚踏车到处疯 虽然比机器慢 但也容易闯祸 跟她说让她收收心 要吸取教训 雨晴一定很难过 她和她弟弟两个相依为命 这会儿弟弟突然走了 她怎么受得了啊 阿嫡 你有没有问过伟康 何小姐和她的婚事 这种时候提这种事 不是不好吗 出现了这样的不幸 婚事当然没法提了 你这么关心他们 不如你自己找个机会 去问问何小姐 有谁知道无情亦无家 能够付出不怕代价 任天爱在心头挣扎 几万更与几次浅薄 走在你身后 矛盾在心头 狂热的心 住进冷漠 什么时候 才等到你的温柔 而你 已住在留我的梦 从未失去 也不曾让我拥有 我爱你 爱你 却难以开口 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 我爱你 干嘛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愿吗 不能抽烟的 有没有一点功德啊你们 一点素质都没有 对不起 都怨我 那天要不是我闹着 非要出院去看于昊 凯强也不会误了和你约定的时间 你 郁卿姐 这怎么能怨你呢 我在病床上躺了两天 也算是想明白了 谁都没有错 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 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和正常的女孩 一样去生活 可是我连这一点 最起码的愿望 都实现不了 看来 我真的是跟幸福无缘了 芸芸 你怎么变消沉了 其实我很羡慕你 你看 至少 你还有家人 还有亲人 你看看我 我连最后一个亲人都没了 玉清姐 你原谅我 不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丧气的话 你受的磨难 要比我多得多 那你答应我 我们俩都振作起来好不好 那你也答应我 跟我哥哥的婚礼照常进行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答应 你想 如果我和韦康订婚的话 九泉之下的羽昊会多伤心啊 我真的很后悔 每天我回家告诉她 每天我回家告诉她 我接受了韦康的求婚 她当时就表示反对 我当时要是尊重她的意愿的话 她也许就不会出车祸了吧 可能 她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跟我说话 跟我要红烧肉吃呢 玉清姐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不合适 可是你真的不应该这么想 那你要我怎么想 知道吗 我想 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吗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不该隐瞒自己是何有顺的女儿 我还妄想嫁到你们家去 我这是在骗人骗疾 难道老天爷要惩罚我 让我失去所有的亲人吗 是我爱了玉昊 是我爱了玉昊 可是 可是老天爷要惩罚也应该惩罚我 为什么要让我姑的玉昊去送命呢 玉昊姐 那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你别再自责了 是谁 是谁 在敲打我窗 是谁 在撩动清雪 是谁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 在撩动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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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打在我窗 不停地打在我窗 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是谁 在撩动清雪 在撩动清雪 在撩动情雪 那欢乐的情景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